如果給你一塊幾千呎的空地 你會想怎樣設計好? 會不會突然覺得看著都不知道做什麼好?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就來一起跨過設計的門檻 進入設計的起跑線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這個頻道 非常歡迎你的來臨 這個頻道主要是關於圓景設計 由設計到施工 由材料到植物都大自然 用不同的角度深入淺出 感了解一下這個世界 你的支持絕對是我的原動力 當你做好Inferentially和Analysis 接下來就來到設計的第一步 就是決定室外空間的功能 用室內設計來做個例子 走入一間只有外牆的屋 究竟哪個位做客廳? 哪個位做廚房? 想要多少間房? 或者主人房要多大? 是不是套房? 同樣道理 放回室內空間 哪個位種植物? 哪個位種菜? 哪個位置放油泳池? 哪個位置做涼亭? 哪個位置做涼亭? 就是這個時候想 在圓景設計裡面 去安排不同空間的用途 就是Functional Drawing 通常我們會用一些圈圈 去大概界定空間的大小和形狀 最簡單就是有草地 有Partio 還有種植物的地方 根據花園的面積去想 如果小一點的 那就簡單一點 大的話就可以多點彈性 可以加入多點不同的功能 除了考慮不同空間的功能之外 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要考慮 就是流向 說到那麼遠 還以為自己是風水師 但其實我想表達的是 例如人的流向 在這個設計裡面究竟是怎樣走呢? 由一個功能圈 去到另一個功能圈 需要不需要鋪路呢? 或者是否一個循環 還是要不需要走回頭路? 我們就會用箭咀來表示 人走的路線 越粗就代表越多人走 另外還有空間的流向 夠不夠自然呢? 或者流向是否透明呢? 或者調轉來說 是否夠私隱道呢? 不需要畫到天花龍鳳很複雜的 因為都要畫好幾個比較一下 給自己選哪個才是最適合的 用這張平面圖來做例子 這是一個20x40呎的天台 那我就想把它變成一個空中花園 你看到我根據不同功能 用了不同顏色和pattern 這樣就更加清晰了 好像左下角和右上角都是草地 中間就用一個圓形的padeo連接著 可以通往左上角種菜的花園 或者右下角休息的地方 中間的上面我就想加些水聲更加自然 而下面就想加多些植物更加綠化 而中間那些黑色的墊咀就是預定人的流向 可以選擇不同路線去不同的目的地 這個時候其實還未決定用什麼植物 或者條路用什麼磚和用什麼pattern 中間的focal point是什麼其實都未決定 因為這些就是留在下一步 在concept drawing的時候去想 再拿多個例子 如果要幫客人設計這個前軟 究竟又如何做functional drawing 都是那句的了 最重要就是知道自己想怎樣 如果客人不清楚 就是你身為設計師的職責 要去問去了解客人的心思 這個前軟的客人其實很喜歡日本風 所以由這個方向去想 就已經走了一大步了 除此之外 就是要配合infantry和analysis的事項來想 例如右手邊這個位置非常之開通 在analysis上寫了說要增加一些私隱度 所以在functional drawing裡面 就要想一下怎樣增加私隱了 可以種植物也是最常用的選擇 又或者做日式屏風其實都不是不行 可以作為第二個選擇 但的確就有點得了 所以就想回用植物 而再detail一點 就是覺得一種植物有點單調 再加多一種就更加有層次了 而在另外一面 因為植物太過茂盛 所以就決定修剪 令到有更加多空間可以釋放出來 而在這個角落 就最適合放一個focal point 因為在客廳望出去就是這個位置 而在外面的行人路 望進來前軟 也可以看到這個focal point 令到走過的人都可以欣賞到這個花園 其餘剩下來的位置 因為客人想要低保護 不想怎樣執拾 所以就大概這樣去分配一些位置 而人的流向 在這裡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選擇 因為前軟面積不大 很難會沿著邊走 又或者在中間不停地自轉 所以除了走入屋的路 最多只會多一條走去花園中間的路 而不同功能圈的流向 因為都是植物和草地 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元素 很容易就配合得到 其實畫完一次大概你就有些心水了 畫第二三次 將空間的大小和功能轉換一下 令到它最適合客人的需要和心水 之後再去下一步了 Functional Drawing大概就是這麼多了 其實有時候會很自然的skip了這一部分 因為自己喜歡什麼 一想就想到那個位置想怎樣 其實有好又不好 好的就是你很清楚自己喜歡什麼 不好的就是有可能 又比這一點更好的選擇 但無意中就skip了 最後要記住 我們的目的 是要符合自己或者客人所需之外 還要把不同的東西連結在一起 這樣才有連貫性 這次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 字幕 sollten希望 union 訂閱 跟座的聲明 和 nerede 他